傑哥,我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你說這次有50萬人的投票 的道德力是比0371人更大 我想問你可否評估現在這50萬票的選民 可否令到所有泛民23個人 是一定可以捆綁反對2012年的政改方案 如果沒有這樣的代理在這裏 還有阿里也想問一個問題 本來在一開始的時候 建制隊有五成的投票 至少五成的投票率 但在建制隊的時候 你們不斷的門檻降到三成或一兩成 但最終的結果在一成七的時候 第一時會否覺得 你自己在這次領導的工作 是有一個失敗和負上的責任呢 還有公民黨內部有沒有反彈的聲音 要求你去黨魁一直負責呢 還有第三件事想問一個問題 今天是2021 1月9日在港推案節目裡面 就是說如果這次的投票率低過兩成的話 就算是你贏到回來都會遲 都會不要這個職位 那你現在會否履行回這個程度 我想首先任何一個立足於群眾 希望從群眾之中取得授權而獲授公權的人 最終一定要聆聽民眾的小一黨的政策 我答完我的問題 好 不如這樣吧 大家講到問黨魁有沒有 在我們的黨裡面居然說有聲音 要求問黨魁辭職 今天三個票站要聽第一次爆笑 這次五區公投運動 公民黨上上下下前前後後 全部大部分的黨友黨員 義工朋友 專心一二為五區公投運動服務 原因是深信民主的力量 原因是深信我們公民黨堅持的原則 就是環政於民 我們做了 我們做到 剛才講了很久 大家不要再在這些數字遊戲那裡糾纏 你偶爾要和曾任權這些玩 0371 50萬人上街 董建華間接導致董建華下台 現在曾任權怎麼回應 還未出來回應 你以為不講早晨就行 他講了三天早晨董建華 曾任權講完尊重就行 他到頭你都是要回應五十萬人 這些完全根本就是 這些就是背後的陰謀 想舉倒我們黨府 作為一個群眾運動 我真的看不到 剛才這位記者朋友問的問題 是如何有關 因為這一個並非法理公投 我從第一天開始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以一個法理公投這樣的原則 是否有關 或者是要求一群眾運動 實在是差之毫利 貿易撤離 不如我講完說什麼 從五十、三十、五十 將我們張新聞報告 你們收到 剛才你這麼乖說功課 又問到玉敏一月幾多號說什麼 如果你看到功課 其實老實實 就算出現了大專二零一年 我們仍然都有目標 這個聯合的記者招待會 我們是在立法會門口做的 我們從來沒有編讀過我們的目標 我相信大家記者和南方做的功課都見得到 對不對 我還想講關於什麼黨魁要辭職 我不知道你們記者是否認識政治 認識選舉 任何一個地方 包括國家、城市、省市都好 任何一個政黨的黨魁領導一個選舉 如果這個選舉是贏到八成九成 這個是狂勝大勝 應該是反對派那些要辭職的 如果這個選舉在任何西方的民主進步 自由社會進行 反對派拿到八成幾近九成的票 辭職的應該是真任權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政治上色和道德良知的話 你應該問回真任權 有八成選民支持公社兩黨的候選人 你這個特首是否要辭職 人就辭職 給公社兩黨可以拿到八成選民的支持 所以麻煩你了解一下 任何政治、民主選舉的真體在哪裏 但是事實上 你們有什麼 你們的左翼方家話 一直對公投入唱反調 會出席公園 你叫他退出席公園 遊行的集會 他這樣維護你們的那個綱領呢 你會不會對公投入多久的行動呢 其實本來的問題是問我的 所以我一直都會輸 因為我看到你一問完問題之後 我隔壁所有人都會輸 所有無法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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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看 那個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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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記者 那個記者 你記住 如果個個都要辭職 就是這個文明地寫著它 我們的政府準則就是 任何對手加上的票數 加上我們的票數 我們加上的票數對他們 我們贏就是贏的 我們希望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出來投票 OK 那接著呢 你說我們那裡就是我有份 因為我昨天到7點鐘的時候 都說我猜有二十六個星人出來 猜錯了不是出奇的 我負責 就沒有任何人要負責 是有我猜 我猜 我猜 有些大明明消費的 我就說我對香港人很受信心 25%至30% 我負責的 不是其他人負責 你是不是想我辭職 你想我辭職 再開始就再選 有沒有選 我告訴大家 其實我有首詩想送給我 黃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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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安石說 寧寒獨自開 即是說 難道馬明達落雪 我們頂住它 繼續開 遙之不是雪 為甚麼 因為雪大度 蓋著煤 你離遠看都知道它不是雪 為甚麼 為有暗香 來 即是說 昏光 那些煤的昏光 是不可以被雪窄了 是聞到一陣味 我不是送給我們五個人 我們五個人 不用這樣 說五十萬 它明知打壓 明知會被記者嘲笑 它沒有辦法親自回答你們 他們都沒有辦法說的 今天晚上收到一些人說恭喜我 我說不用恭喜了 我現在被人租七金 他們是不能回答的 知不知 所以 記住這次的煤花 大家上網找到 每個字都不是古文 大家記住 我們經歷的是甚麼 我們經歷的是我們應得的 但是那五十萬人 今天被人敢解鎖 是絕對不應得的 大家尊重那五十萬人 他們不是我們的籌碼 我都不想出聲 你說我們那時候不緊 我現在負責 我現在 我猜錯了負責 那是怎樣 我負責 寫文言 我沒有接受任何職務 我只能接受一個 叫做平議委員會 我決定 如果你要我負責 我辭平議委員會 大家記住 我首先回去找 我是送給那五十萬人 因為我很激動 我真的很激動 我是送給那五十萬人 我還有路易斯坦 我先問阿魚 沒有寫過 寫多首數給我 這狗真的很激動 差不多了 你快點 我快點 我快點 寫給我 我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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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 你快點 我快點 你快點 我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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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